HELLO 大家好我是瑋恩 那今天要來實測一下 暗黑破壞神永生不朽 這款手遊裡面究竟要科多少錢 才可以讓你的裝備提升 那我這一集是實測了 1萬塊台幣在這款遊戲裡面 做到多少的提升 那我目前等級其實也沒有到60等 目前我玩的職業是聖教軍 等級是50等 那先來看一下我目前的機體 目前的共鳴是620 那其中快速的看一下我們所有的寶石 因為寶石系統基本上是這個遊戲裡面的大坑洞 我目前也不太敢磕金 但我想原本我是做示意帝國的頻道 當然最近因為這款手遊非常的熱門 所以我也想要來試試看 現在的手遊到底我們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能不能玩 那這邊是一星的五等 一星的五等 這邊是自己打到的 二星的一等 那基本上這個是沒有衝的 然後這邊也是二星的一等 再來是這一顆 衝的比較上去 一星的六等 再來是這一個 最多是可以衝到五星 那目前這個英傑之柱 是三星然後四等 那這一顆的話比較貴 這個是基本上商城裡面有販賣那個組合包 基本上我都全部給他買起來 然後他裡面還有附一些 強化石是直接可以升級上去的 那總共把他給的組合包都買買起來的話 我印象中好像是五千台幣 大概就會合到這個四等的三星 那四等的三星這邊是寫三百二 三百二 那再來是左邊的部分 左邊的寶石 基本上全部都是等級3 等級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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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等級4等級3 裝備的部分也沒有衝的特別高 五等三等三等二等 如同畫面這樣子 那基本上我剛好是花台幣整整一萬塊 哦不多不少 剛剛是剛好是一萬塊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我 花了什麼樣的錢在這上面 做到這些的提升 那等一下也會實戰打一下秘境 給大家參考參考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玩暗黑破壞神 然後你也不想要期待這個未來明年 暗黑破壞神4的遊戲 我覺得這一款遊戲你可以 maybe可以參考一下 我這樣子的機體一萬塊 能不能在這個遊戲玩得開心一點 哦那看一下造型的部分 造型我有買這個雪白的造型 還有這個寫試者 那這個是戰鬥通行社裡面給的 基本上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商城 呃商城的話 這一個部分我就不推薦大家買了 因為密文石就是你 可能刻進刻下去你可以保證有傳奇寶石 不過我覺得這個 任務有時候會給 有些東西會給你就靠裡面的 來刷一下寶石就可以 那當然我也是有買過幾顆實測過 哦基本上最高就是 呃二星的一等寶石 哦沒有刷過其他更高的 哦就是二星一等寶石 然後組合包裡面 基本上我都全部買了 所以我現在是空的 哦那剛剛有提到那個 三星的寶石就是在這個組合包裡面買到的 哦總共花了我五千塊台幣 然後再來是造型的部分 造型這個部分我 天安之以我沒有買 哦我買的是雪白的 然後戰鬥通行證裡面 你全部買起來衝到40等 你可以拿到另外一個skin 哦總共我現在目前是兩個 然後貨幣的部分 呃在這1萬塊裡面 呃有含帶這個3290塊 哦他總共送你7200只賺 那這個裡面我有拿來買造型 買造型 然後買這個白金幣 白金幣的話我沒有買這個 我買這個 我買這個五千五千四級的這個價格 我買這個五千的白金幣 那五千的白金幣 其中我有拿來買這個 呃小的紅寶石藍寶石之類的 也就是我們畫面上可以看到的 左半邊的寶石部分 哦左半邊的寶石跟右半邊寶石是不一樣的哦 哦所以這個遊戲基本上 你要說他是寶石遊戲也不為過啦 那我只知道我總共是花了 呃一萬塊台幣 原本在沒有花錢之前 我的戰力是大概在200以內 我記得是在200以內 那花了一萬塊之後變成是 620 那我不確定其他 更科金的玩家 他們的戰力是如何 那這一集只是很非常簡單的 呃介紹讓大家可以去做一個參考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暗黑破壞神 然後 然後 也有一些些的經濟能力 呃我想這個遊戲是可以讓你度過 呃玩一陣子的 哦那剛好時間是過到凌晨3點 有給一個更新那 呃很可憐啊 你沒有顆金就給你這一顆 老實說 有裝珠子跟沒裝珠子 我覺得還差蠻多的 因為 呃我也有實測裝那個 紫色的 肯定是有這個傳奇寶石的 這種模式下面打 月食給的加成是好蠻多的 哦每日獎勵 哦一堆寶石 剛好我們目前錄製影片是凌晨3點 每每每個晚上的凌晨3點他都會更新 哦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目前的記憶體 那有的玩家說六十等之後才是開始 以我現在這個記憶體可能之後還要再加強 哦那個我不知道 如果我是以一個五十等為一個 哦界線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目前聖教軍 哦一萬塊可以打到怎樣的程度 OK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可以多少 多快破關哦 那基本上我現在戰力是620 哦打中副本還沒到60之後 哦還沒到60之前就基本上就還蠻輕鬆 而且說實在的這個遊戲的打擊感 確實是他的一大優點 哦撇掉他科金的部分 確實我自己覺得我打起來是蠻愉快的 加上其實我平常有在慢跑 哦在跑步機上面慢跑 還真的是今天下午哦 哦昨天下午 哦在跑步機上面邊走邊打這個手遊 哦打了整整30分鐘 蠻適合一些 平常你沒有什麼時間玩 然後又想小科的玩家去做進行 當然還是要得說 這個遊戲確實有點違背 暗黑破壞神 暗黑破壞神 之前的遊戲我也都有小玩過 我覺得 關於這個刷寶遊戲還要 科金買寶石是確實有點 說不過去哦特別是 五星寶石那個機率是低到一個不行 對我來說可能一個月 刷 刷這個寶石 maybeok 花一萬塊ok 但是 我覺得暗黑破壞神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每個職業你都可以玩 然後沒有壓力的去刷寶 我覺得這是暗黑破壞神 最大的魅力 當然這款手遊 我想一般經濟能力的玩家 只能養一隻 職業 只能養一隻 那 我也知道這個遊戲其實還蠻科金的 那我最終是選擇 聖教軍 非常小心翼翼的 在開練 投資之前 選了很久 一直想到底要玩什麼職業 那我想這也是 永生不朽的 小小的缺點囉 那當然未來明年 會出暗黑破壞神4 那 聽說是一個買斷制 好不好玩 不知道 但以現在的遊戲生態來看 我想 呃 我是覺得不要太大的期待 你有太大的期待 就會到時候受傷害 就順其自然看一下到時候 第一次出來好不好 好不好玩 跟這手遊有什麼差別 到時候 我們就可以拭目以待看一下了 那這集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希望這個測試跟稍微的講解 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就下次再見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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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